週四 法國總統馬克龍中共病毒測試呈現陽性 將進行七天隔離 法國總理卡斯特克斯、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 西班牙總理桑切斯等 和馬克龍近距離接觸過的政要 也開始自我隔離 法國確診200萬病例 死亡5.9萬多人 81歲的瑞士前總統科提傳出因染疫病逝 週三 日本東京創下單日新增確診678例的最高紀錄 週四又增加822例 再度刷新紀錄 截至週三 日本確診病例超過18.6萬人 2700多人死亡 東京首度將醫療警戒級別提升到最嚴重級 週四 東京都知事小吃百合子召開新聞發布會 表示醫療系統臨近收治極限 韓國疫情嚴峻 週四 韓國新增1,014例 其中423例在首爾 目前累計死亡634例 韓國醫療官員警告 可能會採取疫情以來第一次封鎖措施 過去一週 香港疫情逐漸升溫 週四 香港新增96例 其中26例來源不明 累計7,899例 12月10號 九龍灣的麗金花園爆發社區感染 部分居民前往隔離營檢疫 新唐人記者 畢新慈 田瑞 綜合報導